聽說在台南只要你手拿著一支支牆在路上走 真快就變成一支棉花棠 要比白色是借金馬影后陳淑芳 當年就帶路來優秀到台南景點的精彩片段 慢慢地探索台南的日常 發覺前人所留下的生活智慧 看好到郭敏阿嬤的賣力跟青蛤蜊 是否特別邀請到他當年觀光大賽 指定有的題表是 台南有豐富的文化體溫 當時也有豐富的觀光主委 希望他幾個國民阿嬤的賣力 來載導行銷台南 在我們推展觀光路上絕對不能孤單 我們請淑芳阿姐 我們一起來為我們台南的觀光而努力 能夠讓全國民眾 甚至我們許許多多的 讓世界能夠看到台南 所以呢我想淑芳阿姐上山下海 所以我們看得到 引後代入淑芳出手 變之有沒有 的確台南是有的 他欺負到青馬引後的陳淑芳 當年台南觀光大賽 他一直覺得上當影響 也讓他受了這麼多很好的記憶 他對台南的觀光 已經感到影響沉悶 昨天就走到這些 不管是大廟小廟 這是古蹟的 我一直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能夠這樣帶著我走 那以後我希望我能夠帶著別人走 先把台灣的古蹟 台灣的漂亮的地方 先認識一下 你們要出國再出國 他今天會報 觀光大賽的聘人 是六特別伊德台南 家族竟然會受禮 正送到台南 留給丹修芳 當時丹修芳 來接帶路的 全團壓批馬順勢作公佈 希望透過的國民阿嬤 會賣力 可以讓台南好豐功 和好勝好借的 全部讓我們介紹出去 南天新聞 南一聲的台南拆訪報道